在福州有这么一个市场 凌晨三点左右开始 天亮了收场 人们叫它鬼市 今天带大家去看看 这里是阳中路福州工人文化工后门 现在是凌晨四点 已经可以看到有人出摊了 我们去看看都有卖些什么 这些是胶卷相机 表 烟斗 杯子 这里什么都有啊 还有杂志 小人书 这里路灯还是很亮 感觉并不像别人说的 要打着手电筒 鬼市一词 历史上出现的比较早 早在唐朝就出现过 碾下风时记 记载 长安物本方西市是鬼市 或风雨熏会 皆闻其宣剧之声 秋冬夜多闻卖甘柴 云是枯柴惊也 鬼市在唐朝长安 宵尽的情况下就出现了 不过当时主要卖的是 柴火和老百姓日常刚需的东西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小人书 市场上的东西 你看中了可以砍价 能以什么价格成交 就看你本事 当然是否是赚品 也要看你眼力 这里的地摊是真地摊 都摆放在地上的 福州鬼市已经有不少年的历史了 周末更是热闹 有些人来逃物 有些人来逃故事 有些人来逃的是情怀 逛完市场 还可以在街边小店吃个古早味的早餐 迎接全新一天的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